大家好, 今天就是8號 不過不是8號風球 是10月8號 很多朋友都想打8號風球 不用上班 結果只有3號風球 再加上狂風暴雨 上班很麻煩, 很不方便 而且踏到身體濕了 其實也不用那麼灰 下雨也有下雨的景色可以欣賞一下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下雨的景色 今天天文台在11點45分掛這個黑色暴雨警告 所以大家都提早可以回家 於是我也有時間去欣賞一下周圍的景物 平時看簡單的一個花槽 今天這麼大雨水浸了 但別有一番風味 另外植物在雨點之下也是特別精緻 大家在看之餘 亦都可以聽一聽雨點的聲音 感受一下這個造物的奇妙 今天真的超級大雨 大家看看去水位已經浸了水了 是非常之大雨 遠處已經是白蒙蒙一片了 遠處已經是白蒙蒙一片了 現在是橫風橫雨 其實擔主傘呢 走出來一陣都已經濕透了 下這裏水淡 今天雨量真的非常之誇張 很多人都會怕下雨濕身 但雨濕身其實有何況呢 有些東西平時我們看不到 今天就看得到 現在我就回家了 很大雨 回家的唯一路徑其實就是走路 如果坐車的話反而走得更加遠 沿途都和大家拍下景物 有時候下雨的景物都挺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下 其實是反光的 現在這裏是潮雲山中心 大家看看這魚 就是橫風橫雨的意思 那些魚真的橫吹 今天這幾場雨的密度 我是想不到一個形容詞 來形容它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用什麼形容詞 形容這個魚 那說回為什麼 來了潮雲山中心 其實我是過來買菜吃的 每晚我都會吃一大堆菜 身體是會健康很多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身體健康一點 真的建議你吃多些菜 還有綠色的菜 千萬不要怕那股青味 我每天都經過這條路 我走路上班 就走這條斜路一路上 大家看到 如果下雨之下 那種橫風橫雨 你還要逆著風走上去 是全身濕透的 連你的肩膀 胸口 背部都會濕透的 加上今天真的很大風 其實入夜之後 就開始沒那麼大雨了 希望星期六日就好一點一點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的話 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的通知 那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有通知啦